一句对父亲的承诺 这个孝顺的女儿 回家扛下家里的担子 为了撑起餐厅的生意 她全心全意 却耽误了自己的青春 问她有没有遗憾呢 她说只要把妈妈顾好 只要家传的饭菜继续飘香 她就没有辜负父亲 人生也就没有遗憾 忙的时候厨房这么小 然后红二三哥工作的人 真的屁股痛屁股摩擦 谷瑞勤小小的工作厨房里 永远热闹熊滚滚 如果奔腾半世纪 在山城新竹关西正义路上 千细韬客味蕾 上演难分难解的美味关系 一个月来好几次 吃到变朋友 看来得多吃 从台北跑来 你知道我们油钱划算吗 不要算油钱 我们是纯粹是退休 我们纯粹在吃喝拉渣的 在玩的 怎么会吃不出来 我们吃了好几十年了 怎么会吃不出来 好吃浓郁啊 她那个真的是 道道弟弟的先找去做的啊 一吃成主顾 客人变麻吉 胡瑞勤善用美食交朋友 锅里的调味比别人多一味 是做料理的实在诚意 它会有一点熟 可是呢 不会全熟 这个肠子来让它熟没那么容易 阿公以前他做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洗 然后人家会讲说 你不要洗好辛苦啊 对不对 然后不知道哪一个大师傅教他的 然后就这样子就缠下来 每间客家菜必备的基本款 姜丝大肠 热炒前内外翻洗还不够 下锅翻搅用热力将肠子内的粘液逼出 确保大肠清洁溜溜 不藏物纳垢 没有奇怪味道 是客人吃得出来的用心细节 我们是比较不加别的料 我们就纯粹姜丝炒大肠 起锅的时候加点醋 就这样 而五谷鸡汤的配角 占了关西盛产的地利之变 仙草最少熬煮四个小时 一锅不起眼的黑水还没变鸡汤 已经富含植物性胶质 醇厚温润 降火清毒 是传统食疗的第一选择 我从小就是喝仙草五谷鸡 妈妈也是 所以皮肤很好 还好 这个也是败我们关西 这个好山好水 你看关西也吃不到 吃不到这个倒地 我可以这么说 有的话没那么倒地 因为没有那么倒地 他们可能会加一些中药 我们都会去试吃 试吃别人的仙草五谷鸡汤 其实我们的仙草五谷鸡汤 我没有加任何的料 就仙草 仙草汤是抢眼的最佳配角 主角当然不能逊色 五谷鸡汤烫后 泡汤蒸煮黑吃黑 是人气最高的食补奇迹 五谷鸡成本比较高 可是五谷鸡它的胶质比较高 我出去吃我也很注重吃 然后我觉得吃的话 我也好吃 好吃的话 你低成本要好吃的话 其实有限 老板谷睿勤善用在地特色 曾经拿下关西仙草料理比赛优胜 60年老店第三代 从小耳濡目染 进厨房做料理可说是顺理成章 其实都是经验我觉得 我的老师是妈妈 还有我刚刚那个大厨师是我的舅妈 阿公开始就在关西镇上卖客家菜 口味道地台三线上小有名气 谷睿勤的父亲成家之后 接着立业 谷妈妈陈锦兰卖掉嫁妆金事 和先生凑了十万台币 将近四十年前 从老干生出新知 挂起第二代招牌直到现在 常常有出去办桌 那有时候一天办一百个桌 都是我在长厨在住 那时候钱赚不完 赚的钱就买房子 你妈妈住要贵动了 我四个儿子一个人移动 我假日我都回来 我从以前上班开始 我假日都回来 回来帮忙 回来因为人手嘛 人手越多越好 遇上台湾经济起飞的 民国七十年代 陈锦兰和先生把握时机 发挥客家人勤奋的任性 白手起家 锅碗瓢盆丰收新台币 不过也因为台国劳累 身体无法附和 一度打算将店面顶让出去 老大姐姐在土地银行 然后哥哥他在县政府 弟弟他台商 来来去去的这样 然后爸爸又觉得说 这好可惜 就百般游说我 他说我回来一定会比 任何个地方好 他是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能够学到一技之长 有这样技能的话 爸爸会以你为荣 传统客家妈妈养成的女儿 一样有客家气味 和爸爸感情特好 爱家顾家的古瑞琴 忽忍心让老爸爸的期望落空 义无反顾 辞掉做了二十多年的会计工作 准备接棒擦亮父母的招牌 却没想到回家才两个月 老爸爸出车祸变成植物人 来不及看到古瑞琴做出的成绩 父亲过世之前 在医院躺了三年多 孝顺的古瑞琴 每天忙完店里的生意 下午就到病床边陪伴老爸爸 即便SARS期间也每天报到 是护理人员眼中 不可多得的孝顺女儿 我每次去我就一直跟他讲 然后 生意很好啊 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子 这个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一句承诺吧 我跟爸爸讲说 我会把这料店好好地经营下去 三代料理有家学渊源 古瑞琴对吃食的标准要求严格 店里的食材多数都跟在地的小农采买 食物里程短新鲜不用说 认识每个栽种之人 菜有没有特药 他疗肉执掌 要的时候就来采 妈妈来采了 这里的地瓜叶是最新鲜的 很新鲜啊 新鲜供货 今天才到今天用 天天有新鲜的 回家长勺十五年 不知不觉青春全跟着锅里的鸡汤一起慢蹲熟成 宁过五十至今仍是小姑独处 不过古瑞琴过得很充实 顾店参加社团忙得不亦乐乎 她说把妈妈照顾好 母女不相依为命搞悲情 每天一起开心过生活 是人生最快乐的目标 现在她在这里我很幸福啦 有靠山 靠山 现在的人多人没有嫁 像李秀莲也没有嫁啊 还有那个蔡英文也没有嫁 这样我很开心啊 现在头脑要转下 不要像以前老头脑 擦亮父亲留下的招牌 古瑞琴靠着自己的努力 用更好的成绩 告慰父亲当初的期待 希望老爸爸以女儿为荣 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经营 然后更希望说把我们的下一代也带进来 我哥哥的小孩 哥哥的小孩他也是练餐饮的 年轻人 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一行的话就最好 女儿老板有心意在厨房努力 让老店有心意 六十年滋味 是爱的满意 是爱的满意